欢迎收看财富与生活频道 我是李嘉湘 我是Sally 大家好 Sally 这个疫情一年多了 之前疫情刚开始 大家抢什么卫生纸 紙巾 洗手液 消毒液的 现在疫苗出来了 抢疫苗之外 现在大家还抢一个很热门的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房子 对啦 抢房子 对 其实真的 我们去年就已经开始在讲了 就是说美国的房价 已经开始有复苏成长 对 我们当时也谈到曼哈顿 对 然后我们都会讲说 哎 曼哈顿的房价一定会回来 这个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你看我们两个铁口直断 如果那时候大家看了我们的节目 有去曼哈顿投资房地产的话 那现在应该 可以有所展 对对 或者不然至少心情会很愉快 对对 但纽约呢 就是说这个 基本上说纽约的房地产 是很值得投资的 所以今天我们再给各位介绍 另外一个地方 那各位猜猜这个是哪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Sally 非常非常熟的 她是那边的地头蛇 那你就不要让大家猜了 我来讲吧 就是那个布鲁伦布鲁伦 布鲁伦 对没有错 对 那布鲁伦其实这个怎么样 就是其实对很多来说 像我们这个到美国来 你是一直住在布鲁伦 那我一直住在布鲁伦 那我一直住在布鲁伦 对 然后住了好长时间 对 那其实老师 我以这个做一个 黄后区很久后来 搬到长岛的居民来讲 我觉得布鲁伦好像是一个 布鲁伦之地 好像对我来讲是一个外国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 因为当时我住在布鲁伦的时候 应该是90年代到 200年初期的时候 那同时说 你住在哪里 我说我住在布鲁伦 那个地方 其实 saying 其实我们那色区还是挺好的 但是我们那会 那就不管唯唯而言 对 可是大家就会 用异样的眼光来看 是这样的 其实那个眼光其实都错了 这个大家不晓得 这个大家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这个 我们纽约区地区的 这个房价反弹 布鲁伦其实是 最强劲的一个地方 你说错的是 现在是错了 以前他是对的 对大部分来讲 对对对 那时候应该赶快去布鲁克林买房子 这个根据这个纽约时报报道 我们2020年第四季的房价来做比较的话 布鲁克林的这个房价反弹是9.4% 黄后区的这个房价反弹是9.5% 可是布鲁伦的中卫房价是87万5千 黄后区是66万8% 布鲁克林比黄后区多了20万年 对啊对啊 因为其实布鲁克林是走得很快 如果你要比较起来的话 这20年呢布鲁克林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对那你有提到就是好像说 这个有一篇报道是讲说 为什么大家喜欢在布鲁克林买房子 就为什么现在那边是投资 特别后疫情时代 就easy就是说 现在呢在过了这个疫情之后呢 因为大家更希望更大的空间 更低的密度 而且空间里面就是说 有这个洗衣啊 那个干衣的设备 然后呢还有外面的环境也会比较好一些 对那不过你跟曼哈顿比较起来的话 大家都知道传统曼哈顿的房子都会比较旧嘛 对吧 里面你知道曼哈顿很多地方是没有干洗衣机的 在布鲁克里面 所以为什么就是从曼哈顿转移到布鲁克林 它变成是一个大家最初亲来的一个地方 对不过老实讲就是说布鲁克林的房价 就是说从讲其实最早以前 其实布鲁克林房价是蛮低的对不对 对然后我也知道布鲁克林 其实它这个是纽约五大区里面面积最大人口最多 它实际上可以单独成为一个城市 对 那你会就从它的历史跟大家看一看 就是说它的房价到底起起伏伏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对 大概跟稍微介绍一下布鲁克林的历史 对就说其实19世纪的时候呢 布鲁克林呢跟曼哈顿是齐名了啊 两个它是分开城市 当时纽约还没有 还没有变成这样 变成一个五大区这样啊 所以当时的布鲁克林呢也有很多有钱人住 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啊 它有19 就是说到现在已经有19条的那个地铁线 哦 那很方便 一直都是非常方便 而且它的规划是非常整齐的 嗯 它里面的有个叫公园叫Prospect Park里面 我很有名大家都知道 对非常有名 那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这个Prospect Park是在中央公园之前建的 哦 历史比中央公园还有一种 没错 而且是同一个设计室 嗯嗯嗯 所以呢其实这也是反映到 其实当时的布鲁克林是夺摸的 就是说备受大家的有钱人重视啊 所以其实在Prospect Park的桌边 你会看到啊 有很多就是在纽约的 等于说是非常传统的那些啊 典范啊 建筑的典范就是这个Bronstone House 就是石研那间 对对很有名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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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我们平均有些照片 我插一句话 这个有一些是这个Sally拍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节目里会穿插啊 嗯 你请继续说 对所以呢就是说我刚才说呢 就是说那个中央这个Prospect Park旁边呢 很多Bronstone House 而且它有一边呢有很多的这种就是Victorian Style 就是维多利亚式的这种房子 维多利亚式的这种 那很有名的 独立物非常这些社区非常漂亮 嗯嗯 可是呢到那个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 1950年代 就那个Brooklyn呢 因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 就是这个他们本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Baseball的那个群队 对 对叫Dodgers Dodgers 然后呢他们赢了那个当时的Will Sears 赢了Yanky之后呢 过两年就搬到洛杉矶去了 OK 他们的班尼整个的影响了这个Brooklyn 真的不太好 是一个罪恶的温常 所以大家怕也是很有理由的 真的是说怕怕这样 对 不过呢很有意思的是 其实因为Brooklyn它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纽约呢 有个市长是Michael Bloomberg 记得 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 他就看到Brooklyn 其实它那个传统来讲 除了Bronstone House以外 还有很有名的Theatre 就是这个剧院叫King's Theatre 给大家看一下这照片 非常富力堂皇的一个剧院 多漂亮 比林肯森典儿漂亮吧 对 富力堂皇 还有博物馆 还有你看我说公园 所以其实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好的 所以Michael Bloomberg说 哎呀Brooklyn怎么这么好的地方 会变着败落成熟的样子 但是不行 他直接说这个地方是不是穷人住 所以他就做了很多的 就是提供了很多的政策 然后是从 布鲁伦地区 他去改善布鲁伦 其实从Williamsburg开始 当时200年的时候 Williamsburg 还是 过了两天就会这样的 就在那个桥下 是的 就是说那个治安很不好 可是过了20年之后 现在的Williamsburg 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 那时候有人说 爱要去Peter Luger吃牛排 我说那地方我不敢去 就算牛排再好之后我不敢去 不过你刚刚讲的是真的 我记得差不多十几年前 我去那个Williamsburg那边 那时候就比较敢去了 很多年轻人 而且就是这种 很蛮就是怎么样 就是科技业的啦 没错 就很鲜 就比较时尚的一些年轻人 都进驻那边 真的是有这个趋势 是现在是完完全全是 被他们占据了 对吧 而且这种趋势呢 是Williamsburg是在 布鲁伦最北的地方 基本上是 他的我们叫的 就是说这个整个过程 叫一个贵族化的过程 它是从北一直往南 而且往西 西六道到布鲁伦 Dumbo那边的很多 这种小区 什么布鲁伦 很多很多的这些地方 然后往南呢 就是跑到那个 Porspect Park 回去再往下走 对 所以你看看整个这样的 一个贵族化的过程 那就说它变成 现在布鲁伦这边 是怎么样 就它除了保留原来的 这一些的 非常吸引人的 这种历史文化 沉淀以外呢 它还多了一些的 很潮的地方 像巴克里斯特 对吧 一个很大型的地理 什么球赛 演唱会 什么都在那边 所以它也吸引很多年 新年到那边去 对吧 完了以后呢 还有酒吧一条街 然后呢 叫Myrtle Avenue 还有呢 就是说很多 各个小区 都喝很多很多的咖啡 还有像Bushry 这个地方特别的 就是说它还是一个 艺术家的天堂 有很多的街头艺术啊 各方面的那个 Basement里面的一些 小型的那个艺术馆的 什么都有 蛮时尚 蛮chic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不过啊 Sally 我跟你讲 我们讲到Brooklyn 绝对不能不提 就是我们华人 第三个华部 就是第八大道 对不对 而且那时候这个 Mahattan当然华部 China Town Downtown的China Town 是最历史最悠久 浮原最大 大家最有名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法拉盛 就很多是说台湾人 后来都中国大陆来的朋友 他们都搬进去 但是这个 老想Brooklyn 这个第三华部 其实蛮有意思的 它是很多 最早是很多老广在那边 没错 你也是老广 你应该观察蛮深入的 对因为我当时90年代 我就住在那个 八大道附近 我住在Baywich 在那边去很近 当时都是广东人 广东人 后来慢慢福建人进去了 所以其实到现在 福建人更多 不过你讲到 这个华人的这个八大道 就是说其实 华人在Brooklyn 有超过20万的人口 应该是蛮多 它的发展 其实过去30年的发展很快 然后呢 就是说它从八大道 已经延伸到 就像Dike High Bensonhurst Shipshire Bay 它有慢慢的往外扩 很多 然后回来讲八大道 你知道它那个房产 那个改变有多大吗 讲讲看 我这边 我这边也不是很 我只知道八大道东西很好吃 然后可以这边 可以买很多东西 这样子 又有个朋友 停车也很难 在八大道 就是最中心的地方 它有个街角房 它有个地产在那里 它是89年买的 当时他说有三个是空的 你知道每一个都要钱吗 不知道 大概 街角三层 三层啊 20万 30万 9万 9万 三层 街角 对 前两年我碰到他 我说你还有这个房子吗 他说有啊 我说现在是多少钱呢 你估计多少钱 300万 他说别人给他1000万 它 bat 从9万美金到1000万 对 吓死了 不过其实这个也说明什么呢 其实就说在스터 这些的环fahr社区 其实你会看到 这个房价 涨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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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 现在比较说在八大道附近 就是说随便一个 那个两三家庭的房子 很舊的很破的 都要100万以上 这么贵 是的 哇 所以 那但是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说可能 以投资的眼光来说的话 那边就未必 因为房价已经涨到顶了 对 然后那边的房租 大概也是就到某一个 对 因为它比较单一的社区 单一的那个族群 就说人家都是新移民在那边住 所以它的租金就不会很贵 所以它现在如果现在在进场 其实应该是比较晚 对 如果找个20年的话 那会非常非常好 甚至可能找个10年都还OK 这样子对 不过就是当然一般来讲 我们华人买房子 当然除了自住以外 大家也多想 多多少少想说我投资嘛 对不对 如果有增值的空间 或者房租可以高一点 我可以房租收入 其实也都蛮好 就是说Broken来讲的话 第一个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投资策略 第二个就是哪些地方 因为你本身也是房地产专家 然后Broken又很熟 那就说这个 所以想听听 你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如果现在去想Broken 做房地产投资的话 怎么样一个策略会比较好 对我个人感觉呢 可能就说环色区已经太贵了 对吧 就是说因为投资的东西 都是磁一时磁一时嘛 然后呢 反而可以看这些 就是说因为Broken它很大 对 它贵族化 它是有个过程了 像Williamsburg那些呢 都已经完全贵族化了 所以很贵了 可是它慢慢 然后我们讲第八大道 也已经超饱和了 没错 所以你没有太多的那个上升的空间了嘛 对吧 可是有一些呢 它还是在贵族化的过程中 因为Broken in the process 对 它毕竟现在呢 像维基百科就是说 它现在 其实从2010年开始呢 它就变成是一个高科技的创业的中心 还有一个后现代艺术的设计中心 所以这些它就说 因为这种凝聚力 还有很多的有钱的年轻人 你看高科技的年轻人是不是最有钱 对 是吧 他付得起他买得起贵的房子 他可以过好的生活嘛 没错 而且也就是这些人推动这个贵族化 所以呢 有些当然中间会有些比较有钱 有钱的可能就住在Williamsburg那种地方了 可是有些还是没有那么有钱 又喜欢那种新的跟旧的 参在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氛围的吧 那他们就会去一些正在贵族化的一些地方 所以因为这些人不断的融入 而且现在纽约已经变成一个高科技的中心了 所以不断了疫情之后 大家有慢慢开始回来了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这些正在贵族化的那些地方呢 其实是值得投资 那像你刚刚讲的空间也比较大啦 就是设施也比较好 没错啊 因为他们不管是低密度嘛 他就是很多都是几层楼啊 他不像曼哈顿都随便就是几十层楼的那种很密集嘛 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呼吸比较容易一点 有空间里面比较大一些 所以就说现在如果大家要投资的话呢 去到那些地区比方说一些新的condo 那就是说大概因为布魯肯的condo呢 这些贵族化的地区呢 大概就说起点大概就的刚开始的那个 大概是从600 到到就是已经含那个 每平方是600 到到1500就是已经很好的地方 因为基本上就可以跟曼哈顿比美了嘛 Dumbo啊 对对对 Dumbo可能还不止了 有些更高的 对所以呢就说如果是就是说要投资这些慢慢在涨的地方 通常我们发现过去 如果你拉一个图出来看 就是说过去十年左右的这些的房价 贵族化的地方的房价的变化 每平方式的那个condo呢 大概就说如果你在七八百进场的话呢 可能快则呢一两年就一百两百这么涨 慢则呢可能五年也会涨个那么两三百这样子 所以变成就说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增值空间可以看得到 对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像Sally讲的就是说这个我们你当然就是说正在往上走 还有还有商机的地方 对对对对 当然就是说如果大家感兴趣是Single Family上 就是说有些是很比较旧的 这地方也很好 也是在贵族化的那些地方 或是说多家庭的也是可以 只是说那些地方你要会装修 然后呢会去管理 那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方便 对 不过我真的建议我们的观众如果住在纽约的观众朋友 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开车或者是这个坐地铁去不可逛 因为后来我比较长距不可逛 发现那边其实餐馆很多 就像你讲的酒吧啦 然后可以买很多不同的 因为它各族裔都聚集在那边 对 就很多很有特色的一些商店 或者是餐馆 而且建筑非常漂亮 对 有很多地方 我们今天也分享了不少Sally拍的图片 所以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就是说这个有关于这个 布鲁伦的房价啦 或者是投资特别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这个参考一些 我们有一些网站可以分享给大家 同时呢 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Sally呢 也会给各位提供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些建议 好 那这个我们谈完了这个Mahattan 谈完的Booking 我们这个未来还会再继续跟各位谈一些房地产相关的一些话题 怎么买房子会更好一些 对 那希望对大家的这个未来在房地产上的投资有所帮助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那种的话呢 欢迎帮我们按赞点阅加分享 一定要把内容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同时呢 开启小铃铛 每个星期我们有最新的财经内容 我们会推送给各位 今天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下次见